各位又是焦点财经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少豪 Howard Chen 郝老师在矽谷周一 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从上礼拜二 川普总统当选之后 四天的交易日 前三日大涨 礼拜一归于 平静虽然稍微涨了一点点 但是S&P500 Nasdaq 其实是0% 今天没涨没跌 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 因为川普总统当选之后 可喜可贺 但是以后为归于平静 要小心谨慎 主播对于这四天的股票 有三点观察 工作里的参考 第一 川普总统当选之后 普天同性 有三天大涨 但是激情之后 而后要归于最基本面 那就是各季的盈余 那就是各季的盈余 所以明年一月公告 今年四季的盈余的时候 一切都要归于理性 所以你一定要小心谨慎 第二个观察 其实过去四天的大涨 也并不平均 可以看到DAO银行股 非常的好 因为有放松 银行法的可能性 第二个大涨的 就是Healthcare的 Insurance 也大涨 因为要价 有可能放宽 要价 可能一样会涨 因而Healthcare的盈余 有预期性的大涨 所以这涨法 也并不平均 第三个观察 短期激情之后 有波动 中长期 一样归于理性 要看盈余的状况 主播认为 盈余应该并不差 所以明年的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动力一样十足 愿上帝祝福你 中长期的投资 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 以上帝耶和华为国的 那为神的 那国有福 那国的民 为自己上帝产业的 那民 也是有福气的 愿上帝赐福你的投资 也恭喜川普总统当选 阿文倩 陈少豪 周一 在矽谷 为大家来报导 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